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抓掌钉抓过来的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今天因为也是我们预展的第一天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楼下的客人也非常的多 那么杨总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一个邀请 然后过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关于拍卖的策划 然后关于这次图录的制作的一些一些个细节 一些幕后的花絮哈 好 今天呢我大概做了几个选题哈 我们先来从第一个选题开始啊 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的拍卖呢 一共是分成了三个专场啊 我们北京大义的2022年金秋拍卖会 一共是三个专场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杨总 就是我们这个三个专场它是怎么来划分的 包括您当时的一个一个想法 一个定位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这三个专场 大家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手里有没有书啊 这是我们这场一个主要的一个专场 十七世纪的中国瓷器 这本书呢 说句实在话这是我们公司原本没有计划要出这本书 我们原本只是想做两个想做一个康熙冠场 然后呢我们当时计划是想把一个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东西放到这个夜厂里头 然后把一部分相对来说普通一点的呢放到这个白天厂里头 但是我们整个公司在审货的时候 大家就在商量说 如果把这两个厂子全部都分散了 会不会就是都不先好 后来我们就聊一聊去最后决定了 说做一本书 做一本书 做本什么书啊 后来想想要不然 做本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 就是我们能把它能作为以后作为工具书的书 这个说句实在话就增添了很大的难度 你知道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当时杨总跟我们相关的当事人一说起他的想法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杨总要搞事情了 这个关键是这个书定的时候还剩八天呢 就是离我们最后的这个定稿时间还有八天 就是实际上留给我们团队来做书的时间很少很少了 所以大家大家大概一听我这个想法 大家脑袋都大了 杨总又开始一打八入大转角了 因为这个17世纪呢 它是我们这么多年也活在是近一段时间里边 很少有把这个17世纪 也就是说明末清出 我们专业讲究过渡期 这个东西呢做一个专题来来这个作为拍卖的专场 而这种想法呢因为是比较的新颖 这个不是突发奇想 因为在这之前呢 因为大家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筹备啊 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但是呢由于这个东西呢 数量还是有的 再加上呢它这个跨度呢也是大的 比如说崇祯到康熙 中间还有一个顺治 是吧 这个三个朝代正好是一个转换期的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呢在我们过去啊 我们学界呢对这个东西的这个认识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明确 特别是在我们的80年代之前 我们中国对这个明末清除转换期的东西 他几乎认识呢是非常模糊的 是吧 那么我们当初最早呢是60年代初 我们江苏文管会 江苏省文务管理委员会 有一个叫王志敏王先生 他是我们中国民间摇青花瓷器的开山鼻祖 他是第一个从事这方面专的 那么这些这位人物呢 我们很多的朋友 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 在我们学界呢知道的 年轻人也知道的很少 那当当时出过这种专业的书吗 他出过一本小册子 一个小书 就是《清花瓷器》 就是《明末清除》 那么这个书呢 影响对当时来讲呢 我们的资讯不是很发达 所以大家呢 对这个东西了解知之甚少 包括我们后来80年代90年代 尤其是90年代以后写文章 很少提到这王志敏王先生 他呢当时因为什么呢 因为江苏省文管会员 那个时候是在苏州不在南京 那么这个随着这个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这个城市的建设呢 也逐步展开了 那么苏州是个历史文化名城 当他这个一发图以后啊 就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瓷片啊就出土了 就像我们北京一样 你看我们那个报国寺啊 什么卖地下卖瓷片那些 那个时候呢 没有人重视 我刚开始 那会我记得零几年 那会刚刚进入这个行业 那会去报国寺 去攀家早市买瓷片 对 那会一个官腰底大概三四百块钱 一个就像康熙的这个不值钱 很多 很多对 所以大家对这个认识不够 而且呢当时的王志敏王先生呢 对这个东西呢只是好奇 那么但是呢 这么多东西出来以后 一定它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 他有这种敏感性 就首先从这方面研究 他当时是找了谁呢 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 他当时找的那位先生呢 他去研究去请教 这位先生就是张永昌张先生 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张宗宪 Rob Zhang是张宗宪的堂兄 是我们国家建立委员会 玉区委员会的专家 其实张永昌先生呢 这个人知识面很宽 词气 玉气 书画 青铜器 他是学青铜器出身 都懂 都懂 所以这个老先生很厉害 所以当时王志敏王先生呢 就跑了去请教他 来认证这个东西的年代早晚 由此呢 这个就是我们江苏的文婉会 最后搬到了南京 和南京博物院合在一起以后 后来的学生就是张普生张先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到了南京博物院以后呢 这个王志敏先生出了一本 宁江瑶青花瓷器的一个小书 用照片用了很多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这个文部系统啊 不是大家不是很清楚的 而且当时的印的数量很有限 那么后来是张普生先生呢 接过了这个大旗 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呀研究啊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民间要清华瓷器 包括我们北京 大家都在研究民间要清华瓷器 鸿武永乐宣德 又是这个那个 对吧 其实我们要记住 这些老前辈早就给我们奠定了 今天认识的基础 当然这个里边还有一个 17世纪很多东西呢 是在欧洲 这个就是上个世纪的初期 有一个叫破折斯基 他是最早开始研究的 那么随后呢 就有一些什么 Steven啊 美国的 是吧 朱利亚这个科蒂斯 是吧 英国的这个叫哈利 我也是前两天刚买了一本书 我也是看到国外的 对17世纪中国词基的研究 和宾宝们的处得要多得多了 那是巴特勒家族 对对对 2005年巴特勒家族 在上海搞了一个展览 当时的联系人 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去联系的 把这个事情做成了 所以跟上海博物馆 他们关系很近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主要是这个哈利杆纳 这个人在50年代 写过一本书 叫东方的清华词系 当时写的就是康熙 不是 就是明代 过渡期 过渡期他有的 这个书呢 因为我有 我早就看了 而且呢 当时的翻译的这个人呢 是曾经当过 我们中国古陶子研究会的会长 叫叶文成是 厦门大学的教授 叶文成叶教授翻译的 所以这本书呢 我早就看过了 所以他们研究呢 比我们中国呢 要早一步 但是非常有意思 欧洲在上个世纪初 对于我们中国 清华词系的研究 当时是一个高潮 为什么 我们知道那个原清华 也是在上个世纪的 20年代开始的 那么这个最早知道的是什么 德国的一个学者 叫埃恩斯特 他当时就告诉了 世人 因为他写过这个东西 就讲到了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老黄宫里有一批 精美的中国磁器 1929年 吴莱西就是我们福建籍的 那个华侨 在北京的制化市里面 买了一对那个 就是制政11年的一对瓶 就是专门北京买的 买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 把这个吴莱西啊 说成也是个爱国华侨 说的很 意味知识很多 其实在我看来 吴莱西当时买这一对瓶 然后拿到流利场 他是想卖 做盘产权的 因为他要回英国 结果我们这个 流利场的这些古董商 没有一个认这个东西的 都认为这个东西 假的不对的 结果他没办法 只好把这一对瓶 砍到英国 上万里啊 背到英国 被谁看到的呢 就是那个中国文化基金会的David 他希望大卫的一个基金会 大卫德绝世把他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被谁呢 英国人叫霍普森 霍普森发现这个东西以后呢 就开始写文章 到了50年代初 就跟我们这个哈利加纳一样 也写了一本书 就是52年 写了一批14世纪 这个中国清华瓷器 56年写了一批 伊朗阿特比尔零四 收藏的中国瓷器 写了两本书 从此以后 对中国原清华的这个面纱 就彻底给揭开了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美国 弗里尔博物馆的 约翰亚利桑大 波普博士写的 他是个馆长 所以这个呢 中国原清华的研究呢 在欧洲 比中国要早了几十年 所以我们中国的 民间谣的清华瓷器 民间谣 就是元代清华瓷器 真正研究 是从80年代开始的 落后外国人几十年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镜头前的朋友 我们这一场呢 就是我们杨总啊 突然提出来这么一个想法 我记得17年 迦德曾经做过一个展览的 对 他们做过 而且出过一本书 是那个梁晓星主编 对对对 这个呢只是一个出了一本书 但是呢 我们这个呢 不仅仅出了这本书 而且呢 把这些东西 全部展示给我们 所有镜头的这些买家 因为这些东西呢 可以对大家敞开的 我觉得也就是说 大意敞开心肺 愿意和大家进行这个 学术上的 知识上的交流 同时呢 专门出了这本书呢 也是希望和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 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交流 的确是 所以这个呢是 你看这次我们这个书也是 其实出版 也不是我们 我们写的 其实写的主要中海巨门文化 我们是跟中海巨门 这个文化公司一起合作 来做这个17世纪中国瓷器 那么我还特地在书上写了个一 一的意思就是 我们肯定要后续把这一部分 17世纪的意思要给它做完善 我们第一本书 说句实际上没有出版书号 有可能我们第二本第三本 我要去想办法拿出版书号 我们还要把这部分书出版 要将来把它做成一个系列丛书 所以我觉得17世纪的这个瓷器 就是从之前被低估的一个品种 我觉得接下来也会发现 它的这个不管是文化价值 还是说它的这个经济价值 这个应该要被分析出 没错没错 你看他这个汤儿 我就觉得他这个民国兽术这块东西 他每件东西都没有重样的 你看咱们做拍卖 咱们卖了这么多 没有看过民国兽术画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不像官邀 官邀同等知识东西都可以见到 这个每一件东西都可以见到 这个美就美在哪呢 所以我们进程前的朋友 一定要记住一条 我们搞古陶瓷研究学鉴定 但是一定要懂得历史 因为我们为什么 刚才杨总讲这个 每一件为什么不一样 大家注意 你每一件里边绘画的内容 你看我们这次有 这个叫昆阳之战 从来没见过昆阳之战 这个记录 但是在此际当中有了 我们这次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次还有一个 就是郭子怡 单旗见回狐 这个也是过去没见过的 他这个都是根据当时的 这个版画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什么呢 17世纪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 而且在明耀当中 这个就等于生机勃勃呀 这个完全是突破了这个官邀的这种图案 才是从时的官邀到做的不如密 这个里面有很多原因 一方面我们讲明代万历以后 尤其是明代的万历36年以后 有史料记载说是官邀已经停烧了 其实这个话说的不尽然 不完全 虽然史料有记载就肯定如此吗 不一定的 就是包括我们史料记载 可能崇祯啊 天启啊 可能都没有官邀起 其实我可以找出依据来 崇祯有官邀起的 所以我们这个书呢 之所以重要 不是突然脑袋一发热以后 我们再做这本书 而意义在于什么呢 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我们把这个历史的 这个一部分要把它 这个纱布要把它揭开 蒙在上面的这层纱 让我们所有的长家 不仅仅是要看到这些东西 从中间学到知识 而且呢也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背景 它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出现 它跟当时的历史 经济文化都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我们明代晚就说崇祯 这个顺治这个时候兵险未熄啊 这个很多的慈祺 兴兴的运动 包括我们日江月下的 这个明代明朝的没落 但是大家要记住 虽然它已经是没落 但是中国慈祭的发展 尤其是民谣慈祭的发展 却是蓬蓬勃勃 在不断的前进 尤其是在这个专业技术方面 自然科学当中 在崇祯十年的天宫开悟当中 就记载了很多 为什么我们康熙 由清花分五色呀 这都与当时崇祯那个时候 采用断烧法来提存这个 这个清花骨料啊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后面都为什么精美 它一定有一个前提 它不断掉下来 而是我们一代一代 师父带徒义 把这个技术啊 不断的日益的精英 才有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精品所在 还有一个就是里边每一个故事 这个里边都有很多的典故 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都以前都没碰到过 哎 这次突然看到了 咱们这次啊 咱们这次还是准备时间太短了 如果以后下本书我们准备时间长一点 我觉得咱们更能把这些东西查得更清楚 是是是 我先我先插一句啊 呃这个这个快手的网友已经着急了啊 一直在问说书书咋买的 然后呢 刚才我们一直在 书好像就没了 对 第一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不是为了卖书啊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书呢 是不对外卖的 呃 当然了 如果说您非常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这个官方客服啊 或者是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快手号上边 也有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 然后您都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好吗 对对 看看还有没有了 好像我记得说应该是没有了 一共两千册书啊 对 应该出来以后瞬间就没了 对 这本书出来之后受关注非常非常非常多 所以 所以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位常者啊 不仅仅是说我对这件东西感兴趣 或者说因为它的造型比较的优美 或者说它上面的图案啊 非常的优雅啊 或者说色彩非常的鲜艳 非常吸引人 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面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里边说了什么 讲的什么题材 哎 这又反映了什么内容 哎 这个就太重要了 是的 对 那么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北京大义金丘拍卖的一个专场的划分啊 我们这次呢 一共有三个专场三本图录 那么分别是17世纪的中国瓷器 重要中国瓷器一和重要中国瓷器二 那么这三个专场的拍卖时间呢 分别是9月25号的晚上8点 是17世纪的中国瓷器的拍卖 9月26号的下午1点半 我觉得下本书一定给它做的 重要中国瓷器一的拍卖 9月26号的晚上7点30分呢 是第二个书难度会很大 我们怎么能够再比第一本书做的更好 你肯定不能比这本书大 也就是我手中的这本图录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您知道我现在这么想 下一本书呢 有可能我们要吸入一些藏家的藏品 不卖的 这样才能提升这本书的水平 这本书不是说 100件东西全是拍卖的 也都有二件书 不卖的 藏品人研究 和士女 刀马人物 宗教 瑞瘦 还有山水这六个题材 那么明末清初的这个专场呢 它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没有 戴着签 我那天还说 我说这签我没给做那些 没事 大家带着吧 所以很久 那个红产的大牙灾那个钢啊 那是杨德国无相远的 原来杨德国无相远的东西 对 杨德国无相远的东西 怎么 原来在云南版 哦 原来是杨德国无相远的 那一家 我把他中央 大家的一个身体管 确实有点脱彩 我都喝着他鼓子 鼓子不好 也有他独特的一个魅力 我都一看过中央 这次一看 杨德国无相远的 原来是杨德国无相远的 第一个中央中国集体二 那么这两个专场呢 也是我们北京大义的 一个常设的专场 这两个专场加起来 一共有243件拍屏 都是以重要的 这个袁明清的官邀瓷器为主 全都是瓷器 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 一件杂项 对 咱们这次 全部都瓷器 它也是含下了 这个袁明清的官邀瓷器 包括这个颜色柚 青花瓷 然后彩瓷 这个什么粉彩豆彩 等等都有 这个 都是经过我们这个精挑细选 因为整个的这个数量 其实作为一场大拍来说 作为一场金秋拍来说 多好 好美 200多件的 嗯 细胀算 好美 因为这也是 好美 当时又可能时间太 那个什么了 而且绝大多数的拍品 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来源 和出版 都是可 就是有依据可查的 整体的性价格 都是非常的高 这是我们这次 这件的 这次的这个封面 太难得了 是吧 这个这个 我当时看到以后 我觉得 其实我见过 咱们因为做拍摄 这些东西多啊 你看佣正的八套盘啊 什么这种 带桃的东西很多 是 这种一个桃 上面单位是无疆的 我好像还就见过这一个 康熙是什么 万寿 也是一个桃 嗯 但是这个是 万寿无疆四个字 那这肯定是 还是应该运用地运用的 过生日 肯定是运用的 因为没有人敢这么说 万寿无疆的 你自己说自己万寿无疆 脑袋没了 是 这不可能的 这封建社会 这个等级制度这么深言 谁敢说自己是万寿无疆啊 对不对 只有为帝王 才敢这么称呼 没有一个敢对自己这么称呼 君王没有哪个敢 只有皇帝才敢这么做 所以这件东西呢 难能可贵 而且我看出版诸禄非常好 来源很清晰 那么这一件先跟大家剧透啊 一会儿我们可以就是 你今天除了讲这个拍 从拍品到屠禄的这个 这个一个选题啊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会就这次 拍卖的一些重点 开始我们给大家做出一个讲解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杨总 就是有网友在问 就是我们17世纪的 这个中国瓷器这本书 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图录的风格 是明显是不一样的 其实它不是图录 当时的出发点是怎样 其实它 其实大家可以看 它明确它不是一本图录 这个我们其实当时还是 巧用了一下 把这个拍卖的信息 是做了一个小折页放进去的 这个折页拿出来以后 这本书第一眼 推开门改受中国文化 其实其实我觉得 对呢 这是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广告语 推开门改受中国文化 我们还是想 就是把这本书 做成一本工具书 让大家能够把它 做到放在书架里头 能够作为这个 以后将来作为这个 重真康熙 过渡期的这个瓷器的 这个一个研究的书 对吧 图录做太多了 做完大家都扔了 当废品都卖掉了 这本书不一样 以后呢 我们从一要出到十 甚至能出到第二十本 所以你要把这些都要赶齐了 它不能丢了 这个第一本尤其重要 就是一个开头 虽然第一本没出版 没有出版物 但是它呢 它是一个开篇 对对对 这个作为我们 企业文化的一个代表 对 是吧 我们只是想 作为一个创意和开头 我们不仅仅呢 是做拍卖 或者说做一个推荐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现在中央 大家都在 不断地在加强 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 是吧 希望我们的中国文化呢 能够像我们中国的历史一样 是长期的传承下去 流离子生万代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所以作为一个企业文化来讲呢 杨总呢 在这方面也是 比较的高瞻远瞩地 看着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不仅仅说 这个是现在是作为我们一个拍片 对吧 能够给提供给我们 镜头前的所有的朋友 但是今后呢 可能它是作为我们一个史料的研究 作为一个文化的结晶 推荐给大家 希望呢 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 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产品 可以自己收藏 也可以把这本书呢 作为我们研究 十七世纪 这个明末清楚 过渡时期的 这些词器 它的文饰 它的色彩 它是所谓的内容 都变成我们需要 这个收藏的一个资料 这对于今后我们长期的 这个研究啊 我觉得是有非常好的 这个好处的 其实这本书啊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对这本书的比较有感触的就是 我们在刚开始 就是筹划做这本书的时候呢 筹划 我们刚开始在筹划这本书的时候呢 啊 肥肥 我们要把它当作文章书 或者是哪怕是一本 就类似出版物的 就是在刊号的程序 去把证据的 那么 我们就能把这本书架 给它放到上边 因为 但是这本书的话呢 这个开品的报告价 我们又不得 告诉大家 伙伴和大家怎么来参加购卖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当时在想到 怎么能做到二者监顾 后来呢 我们就想到 就是说 把这个书呢 本身呢 是当作一个出版物来做 那么另外呢 我们是设计了一下 这个券业 上面有我们这个专场的 这个拍卖信息 这是一个滚折 一个滚折页 上面有我们这个拍卖信息 然后所有的这个拍品 拍品的小图 包括它的什么估价呀 来源呀 都在这个上面 就是 如果说 大家有力上 收 拜拜 还有一个比赛的 这个拍摄 就是这个拍摄 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滚折的 一样的 这个拍摄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拍摄